来关注天宫二号 继天宫二号伴随小卫星回传了首批红外相机图像之后 昨天另一台可见光相机也回传了首批图像 这批图像质量更高 能够清楚看到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神舟十一号飞船组合体的全貌 至此两台相机已经圆满完成了首次拍照的任务 本月底小卫星还将飞越组合体进行第二次拍摄任务 天宫二号的这颗伴随小卫星叫做伴星二号 在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一起载轨飞行了近四十天之后 被天宫二号释放出来进行拍摄工作 这次回传的图像是由卫星上携带的一台可见光相机所拍摄 相比之前红外相机回传的图像更为清晰 在这个距离上他看到的细节是大概一个厘米 就是一个厘米的分辨率 这时候我们那个舱外的一些仪器设备 我们都能够展示的很清楚 包括航天员给我们半次卫星拍照的那个窗口 我们也能看得到 钟洪恩介绍 根据目前回传的图像显示 两台相机工作状态良好 这也为小卫星的第二次拍摄任务 也就是飞越组合体观测任务打下了基础 通过这次的图像回传我们就是验证了我们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性能 都满足要求并且表现非常好 那么下一次他要从我们程度飞船和空间实验室的组合体的上方飞过 再对我们这个组合体成一次像 这样的话倒是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那个成 我们这个组合体的这个图像的背景 那就是地球了 此外这次任务也成功验证了伴随小卫星释放与拍摄技术 未来这项技术将可以为航天器载轨服务提供支持